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 第五十届世界平凡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第二盘的单打 是由刘诗文对王月谷 那么第一盘的单打呢新加坡的冯天威世界排名第二号 先战胜了丁宁为新加坡拿到了一分 大家看到第二盘上场的单打是王月谷对刘诗文 王月谷来自原来是八一队的运动员 王月谷的世界排名呢是第十四位 刘诗文是世界排名第一位 王月谷的打法是反手升胶正手反胶 这个运动员的经验也很丰富 另外打球呢在很多大赛当中啊 他都能够很好很正常的发挥 这次是中国乒乓球女队在继王楠张一宁之后第一次全部启用年轻运动员来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年轻运动员当然要吸取大赛的一些经验 要交一些学费 所以丁宁的第一盘单打呢先失利了 那么刘诗文的压力也就更大 现在开局是0比4落后 刘诗文呢是以旋转速度为主的运动员 而王月谷呢他的反手是升胶 是完全以速度和变化为主 就要看刘诗文是不是能把旋转再加进来发挥出来 刘诗文呢是从去年开始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 在下半年的一些大的国际公开赛上 包括亚洲锦标赛的比赛都获得了最好的成绩 所以成为中国队这次世评赛的女单一号运动员 王月谷有很强的防守能力 刚才大家看到刘诗文连续进攻三板 最终失误了 现在比分是6比1 最终失误了 黄领队现在对于中国平方队女队来说 可能形势比较严峻了 一定要做好很艰苦的准备 今天这个球呢应该说 一定要一分一分去拼去一场去打去 不能想得很简单 但在之前也做了一些准备 很高的准备 但毕竟我们的年轻队员我们在看到 今天的场上在领先大好形势下没有拿下来 还是出现了一些思想人的问题 好我们接着来看比赛现在3比7 那么中国队呢和新加坡女队也在很多的大赛当中 决赛当中交手 最终的都是中国队取得胜利获得冠军 包括08年的北京奥运会 那么这次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历史毕竟已经过去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新加坡女队 好的 反手加力 现在刘诗文在1比7落后的情况下 连锥了4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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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也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王月谷啊 他是一个一个是有比赛丰富的经验 另外他也有一定相当的实力 并且这个运动员呢 在比赛当中啊 他这种临场的发挥和应变能力都比较强 所以对刘诗文的今天考验就非常大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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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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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